内沟西改善整治工程即将在今年完工 其中下游段200公尺长的提壁上 将利用马赛克拼贴方式 呈现台湾光复前后东湖地区鲜明的生活情况 又称之为五分上溪图 如今五分上溪图已经完成了草图进行着色阶段 并且在今年7月就会呈现在民众眼前 在内沟地区地方齐老与文史工作者 以及内沟西绿美化协会等人的协助下 由素人画家严松涛先生 费时近七个月绘制的五分上溪图 终于在日前完成 制服长达30公尺的画作 总共分成12项主题 并且依照四季节令 画出台湾光复前后东湖地区鲜明的生活情况 东湖地区的这些居民 他希望是在内沟西的绿美化工程里面 有所谓的文化走廊的设置 应该我们可以参照清明上河图 来完成我们东湖百年前 那种农业社会 庶民文化的这个食衣住行 一般的农民农家 他的生活活动 甚至于那个宗教祭典的那种绕镜 镇头都可以在这幅创作的漫画里面来呈现 参与整个活动的地方人士都感到相当振奋于喜悦 并且在受赠仪式活动中 不时与他人分享图上所发生的点点滴滴 大家都希望五分上溪图能够尽快完工 未来放置在内沟西的狼壁上 必定能成为新亮点 过南港那边的这个钓桥 不是有很多人人的钓桥 所以当时的这个有很多人 你无论孩子要设置 还是有很多人要来去 南港那边买什么的都要靠杜尊 以前有另外的杜尊 这过去南港那边 要回来就坐杜尊 回来 目前五分上溪图已经完成了草图阶段 并且由东湖国中 还有康宁护校的学生进行着色 未来完成之后 再经过电脑扫图放大 并且以马赛克拼贴的方式 以长200公尺宽4公尺的巨图 呈现在内沟西中下游段的提壁上 让民众借着五分上溪图 遥想东湖地区的过往历史 中家台北新闻刘德宇采访报导 是和西都家台北新闻上溪图 是和西都相换 Ping